那我们就请陈舍继续来介绍给大家 你怎么样自由去调整这个百叶的开合 然后享受进到你家里的光线 那如果呢 你想要呢 下午有一个比较悠闲的时光呢 那我们可以把百叶的往下调 让光线是照到地上的 那那时候就会有一个很悠闲的氛围 很像我们看到国外杂志图片 对 然后有时候下午想要看个小书啊 那又不想要太亮的时候 对一个很轻松的感觉 那有时候呢 如果你觉得今天外面好热 不想要就是让太阳照进来 那我们也可以呢 就是把它全部关闭的方式 对 那全部关闭的方式呢 第一太阳光不会照进来 再来也可以节省我们室内的冷气 那如果观众朋友呢 担心呢 装到这百叶之后呢 我们阳台上会有一个进出的问题 那其实不用担心 因为它这个是像一个对开门的方式 所以它其实是可以打开的 对 OK OK 那再来呢 如果我们后面呢 又担心它 如果平常不好清洁的话 其实也不会 因为它这个只要盖上来 就是跟前面的清洁的方式是一样的 也是用布整面擦下来 对 它就是很容易做一个清洁的部分 OK 还蛮方便的 对 比起把你家窗帘拿去送洗 还要拆下来还要装上去 这真的方便很多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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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